首场横扫陈明 创造一分钟优势获胜的神话战绩 装上软柿子陈湘宁 同样助战助决 面对汉将苏建平的挑战 实力证明一切 黑方优势获胜 优势获胜 优势获胜 还是优势获胜 陈自强带着三场 酣畅淋漓的全胜战绩 轻松晋级 半决赛 黑方选手 陈辉有请 千万别轻视这个小个子 首场亮相 完胜郑立峰 优势晋级 再战高培根 优势获胜 震惊全场 遭遇王震 突战三局 挺进四强 灵活的身法 机敏的反应 陈辉用实力证明 浓缩的都是精品 第一回合 好的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 为你带来的是陈世太极拳 第五周总冠军争霸赛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解说嘉宾 就是我们中国太极拳的名家 苏老师 苏老师你好 你好 一龙 哎呦 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肘法 对 之前呢 前两场比赛呢 都比较突出 这场比赛呢 上来也是非常凶猛 没错 好的 这是一个精心靠 是一个靠法 这个靠法呢打得还比较清脆 嗯 我爱讲这瞬间这种改变力的方向啊 借力打力啊 好的 好的 左东一根 加油 场面对于黑方来讲哎哎呦哎呦 这一个控制住对方的呃 内在的这种弹抖冷发的这个功力寸进 好的一个靠 瞬间 好的 瞬间 两天下 哎呦好 漂亮啊 刚才红方的这个整个化解非常的精彩啊 前几周这个陈辉的表现也是很这个凶悍的怎么今天一碰到红方反而就显得有些这个不会打了呢 黑方和红方相比较来说呢速度还有点有点慢 速度的慢 哎 嗯嗯第一回合结束 他们俩第一个结束结束 苏老师这两个太极弟子的第一回合啊 您觉得我们作为普通观众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切入去欣赏 比如说像一个靠法靠法 呃他们的活动的情况下能找到这么个点 嗯这是有呃有功力才能表现的 这是有难度的有难度的 嗯他是在双方运动当中找出这个嗯呃这个点 嗯切入这个点 让对方能打倒嗯呃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一个动作 看这场比赛 好上了一根好的好的好的 连续的两两个走法两个走法呢都没有用上好的哎呦哎 整个用了一个裂法嗯哎将黑方呢拿在地上 在接手当中呢非常的随意嗯 哎黑方有机会了哎有机会我要看能不能拿住好的哎呦 这个动作非常的还是同时练习的 时候呢有点生疏 两个人一个是习练二十九年一个习练八年啊 有这个二十一年的这种差距 好很明显就是选手就靠我 尤其是红方的下场对吧 报告裁判长双方运动员实力相差宣殊 请裁判长参选 本场比赛 红方优势获胜 陈自强晋级总冠军争霸赛 这肩膀怎么打人 太极大师陈小旺告诉您 中生也无数不是拳 陆玉带出空手夺刃 您也行 不要走开 稍后为您解密 沙场点将高手拆招 现在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到了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陈氏太极拳的时刻了 我们为您请到擂台之上的 依旧是我们国家的太极拳界的领军人物 陈小旺陈老师 陈老师你好 你好 陈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太极的计划 贝折靠 陈氏太极拳的拳谱中 有周身无处不是拳的说法 贝折靠就将这种令人神往的继续境界 发挥到了实战当中 这个激发是否能够